有请主持人 赵川 谢谢 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走进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站 途牛九周年九亿红包大拍送 下载途牛旅游APP 出发吧我们 感谢途牛旅游网 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要旅游 找途牛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录 特别赞助 感谢拉方柔顺喜发录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天津卫视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天津IP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达手机的客户端 来继续观看本期节目 接下来认识一下 今天我们请来的老师 他们是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马丁 马老师 欢迎马老师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蔻乃馨 蔻老师 你们的爱情导师 图蕾 图老师 好了 下面的时间 我们就来认识今天的第一队嘉宾朋友 我们是朋友聚会认识的 认识不到半年我们就结婚了 婚后我们发现 双方的生活习惯都不一样 然后老在家里吵架 她妈总是刁难我 她也总是像着她妈 她对我家父母的态度不是很好 我们就这样离婚了 离婚以后 两个人她发现怀孕了 然后为了孩子 我们又在一起了 追回去她是像以前那样 然后我一心思下我就走了 现在孩子半岁了 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很辛苦 我希望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希望能跟他继续走下去 这一对曾经的夫妻 今天在这里 她们能破镜重圆吗 掌声请出她们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张31岁 来自湖南个体户女 嘉宾小陈29岁 同样来自湖南无业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多久 我们结婚不到半年 就离婚了 不到半年就离婚了 认识多久结的婚 我们认识五个月就结婚了 好嘛 你们俩就是在一年之内 完成了认识到结婚 由结婚到离婚的过程是吧 是的 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是朋友聚会认识的 刚开始认识那会儿吧 觉得什么都挺好的 聊得特别来 也没发现她什么性格不好 什么的 这会儿也老到不小的 家里也催了 我们就决定结婚了 怎么结婚五个月就又离了呢 我们结婚之后老是吵架 生活习惯也有很多不同 所以我们就选择离婚了 谁提的 我提的 原因是 是因为她 有一次我跟她在房间里面吵架 她妈不管三千二十一 就冲进来就指责我 说我不懂事 说我这也不好 那也不好 然后我当时 我就是把我压抑了很久的情绪 我就发泄出来了 可能说话的声音比较大了一点 当时她就觉得我 不尊重她的妈妈 你放得着对老是那样说话吗 她然后就拿着我的衣服 往门外面扔 叫我滚 后来第二天我到家里面 去看门的时候 发现门锁已经换了 我当时就很气愤 我觉得她做得太绝了 她既然做这么绝 那纯粹是个误会 你知道吗 我们两个没有在一起的必要了 我就选择离婚了 第二天她回来拿东西 我正好上班去了 我妈也出去买菜 就回来没带钥匙 然后就打电话给那个集开锁的 就把那门锁敲坏了 刚好就赶着她回来拿东西 她就说 我们故意把那个门锁给换了 这完全可以说开吗 说开不就不离了吗 为什么还离了呢 是她不信是吗 对 她不信 她说我叫她滚的 然后整天在家里吵嘛 然后你就同意离婚了 对 从离婚到现在有多久 我们是去年八月份离的婚 去年八月到现在有一年多时间 是谁提出的想复婚 是我 因为我从小孩出生到现在 我一直是一个人 到医院 小孩出生 哪来的小孩 我们离婚之后 我发现我怀孕了 离婚之后发现怀孕了 我们离婚两个月之后 我身体就不舒服 然后我到医院去检查 医生就告诉我 我已经怀孕五个月了 离婚的时候你不知道她怀孕啊 我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你自己怀孕吗 我不知道 都五个月了 因为当时之前 我身体也不怎么好嘛 而且我跟 我是那种 就是很长 半年来一次历嫁的那种 所以我当时也没发觉 所以你生理周期 本来就很不正常 是不是 所以没有办法推算怀孕 我不知道 也没有呕吐 什么都没有 没有 当时没有 当时本来自己身体 就有点不舒服嘛 我以为就是轻微的 有点感冒什么的 当时是想把孩子拿掉的 后来医生说 小孩已经成型了 所以我听到小孩的心跳声 毕竟是一条生命嘛 然后我就 不愿意把它拿掉了 然后当时是想 我能够有这个能力 把我儿子带到 我又不需要男人 后来我把这个事情 怀孕的消息告诉我爸妈 然后我爸妈就说 他毕竟是孩子的父亲 我应该 我应该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后来我考虑了几天 我就想还是把这个事情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了他 他当时就向我保证 不会像以前那样对我 就接我回他家 那时候复婚了吗 没有 那回家之后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回家之后他还是那样 他们家人也没管我 是不是怀孕了 反正对我还是像以前那样 你说我妈老刁难你 还是我家一家人都和我欺负你 本来你妈就是嘛 全家人的衣服都给洗 就我的衣服不给洗 那你的衣服就乱扔 房间的也是 那个客厅沙发也是 那我妈知道哪间该洗 哪间不该洗吗 是你说的那样吗 明明我的衣服就是 给你们放在一起 你妈就把我的衣服拎出来 你们的都给洗了 就我都不给洗 难道不是吊乱我吗 那就算有一两回这个事 那也是因为你衣服贵嘛 我妈分类洗嘛 好 不管怎么说 女生认为跟婆婆关系不好 男生认为婆婆并没有 刻意地虐待自己的媳妇 是这意思吧 对 好 那你在她家住了多久 两个星期 那 请问过那边 男生认为 女哥 是 女生认为 女生认为 女生一人 是 女生 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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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发自内心的说 其实我也觉得是住在一起 我妈方便一直照顾嘛 因为我哥和我嫂子都在外面做生意 我侄子也在我们一起 就我觉得我妈 你侄子多大 子侄子十岁了 十岁了 我觉得嘛 她怀孕了 就我妈一起做饭 方便嘛 理解了 你现在对她是一个什么感情 你告诉我 如果没那儿子 你跟她复婚吗 如果一人退一步的话 如果她真的可以 没那儿子 你跟她复婚吗 可以脾气好一点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一起 没那儿子 你跟她复婚吗 不知道 你觉得她要改的是什么 别老说脾气 你把它细化 说三条就行 就有什么事 你可以直接跟我说 别当着我妈的面说 第二就是 我觉得我妈 有时候做饭的时候 做家务的时候 你可以去打把手 第三就是 我觉得 不管家里是什么事 我们两个人 总要有个商量 不能什么事 我们就吵 那如果她能做到这三点 你能为她改一些什么呢 肯定会改变我不好的习惯 比如像她说的 很少时间陪她 好了 就是这样一对曾经的夫妻 就是这样一种生活的现实 老师们会开出怎样的药方呢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挺能理解这女孩的 你们俩在没什么太多 爱情基础的情况下 让你到一个陌生的家庭 还得伺候婆婆 然后还面对一个 哥哥嫂子的留守儿童 这个基本上 没有女人能搞得定 你媳妇她搞不定是正常的 再加上当时她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 人一旦怀孕之后 激素水平迅速变后 她为什么闹脾气 为什么不高兴 她不舒服 她跟平时状态不一样 包括你说她生完孩子 你再给她打电话 她也不接 不理你 都很正常 产后我觉得多多少少都有些意义 我老婆是个很温顺 很懂礼貌的女孩 生完马其朵之后 那三个月 我觉得她变了一个人 动不动就发脾气 摔东西还哭 她就是得不到很好的休息 她的身体状况不一样了 她就是变得 她自己都不认识自己 这个时候除了包容理解 呵护她 你还能做点什么呢 你不懂这些 你就认为你不讲理 你魂不讲理 多可笑的一件事情 你错过了你人生中 最美妙的一段时间 陪着妻子 看着肚子越来越大 看着孩子分娩的 低声哭声听到 作为爸爸最幸福的一刻 你错过了 就因为你自己的坏脾气 就因为你不懂 就因为你跟自己老婆怨气 你没有看着孩子从零岁出生 然后到半岁的这个过程 你没给她换过尿布的 人生不完整你知道吗兄弟 你本来可以拥有这一切 完了现在你还在这提条件 你已经是个爹了 你什么都没负起责任 现在你还在这提条件 你好意思吗 整个的这个事件过程中 我觉得你太太 没有太多的问题 她就是不会 你妈妈也没什么问题 老人家怎么苛责 最主要的问题出在你身上 最主要的问题出在你身上 如果你真觉得没感情 孩子照样给抚养费 你担负起一个父亲 离异的父亲该承担的责任 跟人说明白 但是我建议你自己先调整一下 婚姻这回事 并不是在网络上购物 她并不是用了不合就可以换你一件 限了应该经过 美国合讨厌 美国合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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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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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想你 也很想宝宝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 也没有什么感情上面的不和 主要就是因为家里一些琐事 我们一人退一步 我也会做好今后照顾你和宝宝 不管是为了孩子 还是为了我们自己 我想和你一起走下去 希望你回来 真的每天晚上 我也开始确实不懂 每天晚上翻着那个预音书 都看了那些带宝宝的知识 我知道你很苦 我也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 好 时间到 对不住啊 我再给你一个机会啊 给复婚开点条件嘛 对吧 我就希望有我们俗 属于我们俩的房里 不管房子有多大有多小 只要有自己的房子就够了 答应嘛 答应 大声一点 答应 好了 两位回去吧 谢谢 哎 我们看到了这叫 这算四闪夫妻吧 闪婚 闪离 闪运 闪妇 来 请关门 请关门 接下来 插一段 小广告 下载使用天天圈提出情感问题 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 并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 得到图老师的一对一指导 使用微信摇电视 参与互动 点击左上角的 宝箱 抽取现金卡奖 图牛九周年 九亿红包大派送 下载图牛旅游APP 出发吧 我们 在这里感谢图牛旅游网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要旅游找图牛 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一对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请开门 别动 你不会骗他第二次吧 第一次说 结婚以后我们俩单住 现在复婚你又说了 我要买房单住 你不会骗他第二次吧 不会 不会骗他 来 请我们的小花头 好 谢谢我们的小花头 带着妹妹走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 见证一下 他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跟他儿子的母亲 他曾经的妻子 来表达他最真实的心意吧 各位请见证 为了孩子 就算为了我们自己 我想我们好好走下去 我之前答应过你的承诺 我会一一兑现 我想我们两个人 共同把孩子 好好地也带到 跟我回家吧 老婆跟我回家吧 请亮哥 成功复合的情侣将会获得 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 提供的价值500到3000元 不等的旅游代金券 你们自己喊开始 自己喊停 来 请 开始 停 努力吧 祝你们幸福 祝你们又幸福了 又带好孩子了 又改善了跟婆婆的关系 要加油 坚持 谢谢你们 请回 祝他们幸福吧 希望他们能够开心 希望那个六个月的宝宝 能够健康地成长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对嘉宾 遭遇了一些什么 我们是上大学认识的 刚开始觉得她挺可爱的 就开始追她 现在在一起两年多了 刚开始她对我挺好的 然后我说什么她都听 可是慢慢的 我觉得她皮挺大的 我们两个人的性格 都挺固执的 只要是自己认定的事 就谁说都不行 因为这个我们经常吵架 每次一点小事 她就跟我争论相对 真的太累了 我觉得她根本就没把我 当她女朋友了 我看这两个人真是互不相让 接下来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翠24岁 来自河北是一名职员 女嘉宾小平23岁 同样来自河北 也是一名职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今天谁要来这个节目的 我觉得现在和她在一块吧 你说我俩 你说生活中什么事 她都跟我吵 吵来吵去的 你说要是吵不出来个结果吧 非得拽着你 我跟她在这种状态下 跟她相处 我觉得没法相处下去了 你说哪有问题 你是来分手的是吧 对 不是每个事都得分出对错来吗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那你有必要这样跟我吵吗 天天吵 这我现在都有烟炎了 我经常在背着烟片 你以为我想跟你吵吗 每次给你讲道理你都不听 你一个大男生 让着我一点不就行了吗 因为我一个女生 你心心宽广一点 现在这个社会都长得男女平等了 再说了 我整年生活压力那么大 我凭什么让着你啊 你就不能温柔一点 体贴一点吗 那你工作压力大 我工作压力就不大了吗 你说你找那工作 一个月才给2000块钱 2000块钱够干嘛的呀 2000块钱怎么了 只要我认真干 我认为我在这个公司有前途 将来能有出国实习的机会 回来后还能是2000吗 你觉得你考虑的那现实吗 你们公司每年才能出去几个呀 你觉得你有那个能力出去吗 你还出国实习 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有这个能力呢 就冲你这点我看我也成功不了 一个成功男人背后 肯定有一个女人支持他 那你为什么不能认同我的观点呢 你说在我们公司有什么不好的呀 你说又不是不招人了 一个月拿3000块钱够吃够花的不就行了吗 我想这样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你那眼光也太狭隘了吧 你就不能考虑得长久一点吗 现在是3500 以后还是3500 你一辈子只拿3500的工资 什么时候买得起房 什么时候买得起车呢 你说就这件事 你来争来争去的 你都跟我吵多长时间了 那天晚上我打电话 给我打了好长时间 一直打一直打 你都打了一点了 你说第二天还要上班呢 一直在这给我打完没完 我还非得把这件事说是他认为的就是正确的 我认为的就是错误的 明白了 你还好意思提这个事呢 我给你打了50多个吧 你一个也不接 我以为你出什么事呢 有你这么固执的吗 各位观众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大专辩论赛的第二个单元的比赛 刚才双方的一辩分别阐述了大学毕业之后 到底应该是有一个好机会去网上就业呢 还是满足于现在的一个工资的问题 双方的一辩由于同时又是情侣关系 所以形势极其之复杂 接下来我们问一下寇品尾 他们俩哪个人的观点是正确的呢 到目前为止我只听到了一个点 其实我觉得事情太过琐碎 但是呢唯一的一个点就是呢 你是被他带到这个辩论的状况下的 因为他不想辩 予起好变灾 但是他很想辩 好 所以任何事情都一定要炒出一个结果 是不是这样 对 这就是我的性格 这就是跟我争取相对 什么事都跟我争取相对 好 我们进入第二回合的辩论 来 请 你是正方还是反方 正方 啊 请对方的男便友开辩题 来 那次他竟然还说故意出手 把他拉倒了 根本就没这回事 本来就是你说我一个女生 他就那么拉我一下 你就把我摔地上了 你说我俩现在都成互恶的状态了 你说我有办法跟他相处下去吗 哪有互恶 你说也太严重了吧 我当时不就着急点吗 还不是因为你现在推的我吗 我就当时拉着你吧 你就摔倒了 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就想耽误你几分钟 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不就完了吗 我一个女生 推你能有多大劲啊 你说在生活中他也是这样 你说我要是打他几下 把他打他三下 你说他都记得可清楚了 就要三下就还给我 还得打给我 每次都打挺疼的 你会还手吗 会啊 我一个女生能有多大劲啊 你说一个男生 连这点都不能推我 姑娘 他如果嫌打得不舒服 你打别的男生去吧 可以吗 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他是我的女朋友啊 哦 所以不可以打别的男生 那你让他打你呗 叫什么劲呢 那不行 我最讨厌别人随便打我的 你说有你这样的男朋友吗 你说什么立场 你都觉得你是对的 我都是不对的 好 我们进行第三场的辩论 正方 就是说大学的时候吧 有一次他跟我 讲述一个他闺蜜的事 当时我特别不愿意听这个事 那你说我闺蜜 在大学的时候 你说我俩关系挺好的是吧 闺蜜的事不就是我的事吗 你说我闺蜜找一个男朋友 就是平常的时候 老是花我闺蜜的钱 老是骗她吃的 骗她喝的 然后还有一次就是 正好我和闺蜜 我俩抓娘的男朋友 给别的女生 要微信号 说晚上请人吃饭 我闺蜜多伤心啊 你说 我觉得她挺可怜的 你说我生活中 我也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 我觉得我就应该 找她理论一下 我这事就跟她说了一下 她冲我发火了 觉得跟我急了 没事 你给我讲这个事干嘛 我又没得心毛病 我说的是你吗 你看她总是这样认为 你说我说闺蜜的事 跟你有关系吗 我说的就是她 我也没让你帮我什么 我也没让你怎么样啊 再点说了 人家的事轮到咱们管吗 人家的事你也管不了 以后你少管这种事 我闺蜜的事不是我的事吗 我聊关系那么好啊 你说你非得认为你是对的 我觉得我找她理论 没有什么错 她俩可好之后 肯定会埋怨你的 我就找她理论一下 我有什么错呀 你非得认为 你怎么不说结果呢 最后怎么着 最后你闺蜜还是埋怨你了吧 这就是你不听我话的下场 有你这样的人吗 好 第三回合辩论 打住 接下来我们就不要再进入自由辩论了 由本主席开始提问式的辩论 你们在日常的恋爱生活当中 会为特别鸡毛蒜皮的琐事而争吵吗 这种事真的太多了 你说她平常也不总陪我 好不容易有一次吧 她说主动请我看个电影 我说走走散散心 跟她散步去 她不同意 非得要骑着车子去 你越骑这个事我越生气 我当时说骑自行车去 你非得走着去 我不就是想让你多陪我一会吗 走着去 再来说了 那个电影还有20多分钟就要开始了 走着去的时间能够吗 怎么不能够 要不是你在当场跟我那样争吵 能不够吗 她说你爱走着去走着去吧 我就骑着车子去 结果她又把我 我就走着去 让她在旁边骑着车子 我心里多委屈 你说有那种这样的人 她总觉得我是错的 我什么都得按她的说法去做 我觉得我没有自由的都 她上大学的时候 我空余时间去找个兼职 跟同学一块打打工 挣点零花钱 你说这有什么不对啊 她不允许我去 我知道做兼职这件事是挺好的 但是现在这么乱 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去做兼职 就是担心你 有什么可担心的 我就去人婚宴室 当个服务员 给人端个菜 洗洗碗 你说这有什么安全问题啊 再点说了 你做完兼职回来后 肯定会向我埋怨一大堆的 嫌累啊嫌脏啊 我不喜欢听这些 我一天忙着忙着的也烦了 我向你埋怨 你作为男朋友听这些有错吗 因为你平时就挺喜欢埋怨的 闲着啊 闲着啊 我真的受够了 听够了 好吧 兄弟 我问你一句话啊 在现实生活里 你真的都是据理力争 什么都愿意 讨论出一个是非屈指的 是 我就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人 你跟你哥们在一起的时候 会辩论吗 如果要是因为什么事 他们非要想跟我争论的话 那我会奉陪到底的 我知道 你不是喜欢辩论吗 全是高手 来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凡事皆可吵 只因太自卑 一个自信的男人 不会跟女朋友 动不动地吵架 所谓有理不在身高 对吗 明白 一个人所有的自信 都来自于自己 内在真正的能力和资源 什么时候你觉得 有的事不用说 也不用变 大家就能明白 对方就能赞同 说不定你就开始成熟了 吵架一点都不好玩了 真的 所谓恶语伤人 六月寒 你真的想跟他继续 好好过下去吗 我就想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不用说清楚 很多事情说不清楚 你唯一说不清楚的 或者说我唯一能看清的 就是你身上 看似自信 其实自卑的那个性格 越想说清楚 说明你越没自信 这个毛病不是一天两天 赶得掉的 你先学会闭嘴 先学会听一听 先会说 也许你说的有道理 今天女朋友要走了 你怎么把她拉回来 自己跟自己脑子里辩论一下 我怎么能够赢得 真正的尊重我女朋友的爱 而不是用语言征服她 能做到这一点 就算今天没法来 我其实能理解你 因为我认为我也是一个 特别容易因为辩论 或者要讲出一个道理 而热血奔腾的人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你不可以告诉你 你会有什么 那谁也不可以告诉你 我可以是这样的 你对你们说 我不是用语言的 我又不思认 我接下来 以后你能够再随 在你身边 我让我 是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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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某些有价值的东西争吵 没有问题 但不要带情绪 我们会发现 如果你真的把对方踩在脚底下的时候 你得不到预期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说吧 我觉得在生活中你要是不处处 就是一个事不准跟我炒了死去后来的话 我觉得我还可以考虑一下 那我可能觉得咱俩在某些可能是有些不同 但是我还是爱你的 我不想分手 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如果你要让着我的话 我觉得我还可以再考虑一下 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请回 我们看到了一对在生活当中 一定要争个高低上下的恋人们 男生说 他的辩论是为了追求真理 因为他总想知道对和错 各位 如果你的另一半也是这样 无论大事小情都要跟你争个高低上下和对错 在座的各位会怎样选择呢 继续跟他在一起选赞成 逃跑 选反对 各位 请选择 27.59%的是说我会留下来 72.41%的会跑 你会离开吗姑娘 我会 为什么 因为我受不了就是这么据理力争的 每件事情都要求一定要有个结果 你在生活里不较劲吧 不较 就是对于有些事情需要较劲的也就该较 但是 这样的小事就算了是吧 对 谢谢啊 来来来 我有选择离开 因为我觉得就是男生就是应该让着女生 然后 凭什么我们就要让着女生 很多时候我觉得 就是在那些小事上 男生就应该让着女生 谢谢你的分享啊 这是她的看法 其实我相信 大多数的女人 请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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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再见吗 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 可能是没有包容他那些缺点 而且他脾气也挺强的 我以后会认真改的 就像那些老师说的那样 可能我是没有太用心谈恋爱 你不是没有包容他的缺点 他有些东西不是缺点 你是没认识他自己的缺点 太较真儿 太招人烦 好的 你明白吗 不是因为你不够包容他 而是人就受不了你了 生活不是你设定什么 就一定要怎样的 一路都有很多风景 学会调整和适应 放下自己会很轻松的 好吗 好的 也许你变了 你在追那个女生还能追回来 加油兄弟 回去吧 谢谢啊 谢谢老师的意见 谢谢你 我之所以离开是因为我觉得 我现在跟他生活在一块 真的是太累了 然后我觉得如果他要是以后真的能改的话 我想我还会和他在一起的 相信也希望 今天当女生离开之后 会变成男生的一次转折和转机 让他明白生活里面哪些应该坚持 哪些应该放手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老图有话说 天天圈的用户提问说 我今年32岁 男友比我大2岁 现在我怀孕了 他找各种理由让我打掉 他父母还让他找对象相亲 他觉得我不懂得浪漫和装可爱 说不打掉孩子 以后的事情不要跟他联系 我该怎么办 不打掉孩子将来的事跟他没有关系 这是要永绝后患 所以这样一个狼心狗肥的东西 你还跟他在一起干什么呢 离开他是必定的 但是肚子里的孩子 留或者是不留 结果都不能告诉他 让他在胆战心惊当中度过余生吧 途牛九周年九亿红包大牌 送下载途牛旅游APP出发吧我们 感谢途牛游流网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要旅游找途牛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录 特别赞助 感谢拉方柔顺喜发录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土豆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V 居立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 天津卫视